我看美国方面它有它一套, 我相信特别是在阿拉斯街会议之后, 美国跟它盟友形成一套对话策略, 基本上都是沿着他们当时所讲的路线去发展, 深入发展下去, 所以就算近期美中方好像很心急 又见了美国的重要官员代表也好, 他们说第一无一点报道, 第二也不见得他们的新闻或官方机构 拿这些事出来讲, 实际上讲也不仅, 简单讲,继续做它要做的事, 继续跟你见面, 但事实上无改变, 基本上中国过去大半年拜登上台后, 无任何一件事似乎能改变美国对话那种姿态, 美国自然有它的利益考虑, 它都会考虑看自己的重点, 所以它也容许大军院后大学开始欢迎中国学生回留学, 好像最近这年都签佔多了, 但它仍然有人在桥被人传回, 即是它仍然都对你处处设防, 这是第一, 第二有些环节我相信它会容许你们去, 但是我相信过去那种保护, 甚至一种保育, 起码保育, 甚至有一种有些扶植意味, 他们大量入中国经过处理过的咖啡粉, 这些相当多, 我觉得他们会继续有阶往, 继续给那些人留学, 因为这涉及很多学校生存, 他们会继续在贸易上, 我相信在环保贸易上有些事会跟中国继续谈, 但你说要去完全信任, 好像他已讲的说法, 订个区给你,你搞掂它, 这种心态破坏容易,建设难, 现在要重新建立不容易, 讲你可以讲, 但我相信美国和欧盟不会理会, 所以入南海要申请这个问题, 而刚刚今日你见到澳洲和日本, 也提出了他们的说法, 不会觉得要遵守国际国际虚举, 美国官员也讲了, 南海主权问题国际海事法庭已有了决定, 不明白为何中国长期都不跟国际行为做事, 我相信这些都表现了所有态度, 它不会顺应你的支持批判, 你决定如何在南海活动, 而且美国的印之策略和意志相关的部署, 过去年多都差不多埋了位置, 你见到印度、马来西亚、澳洲、印尼 都不同程度都落水了, 所以你现在面对的不是只有美国, 而是有很多在区中有举足轻重的 军事力量的一些势力, 似乎形成一套合纵连环的局面, 所以口硬就无用, 加上这件事本身在国内都可以骗到很多人, 某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观念, 让他们列强乱来, 但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你当年海事法庭的决定是真实, 你暂时无人捞到它, 所以我会觉得有少少适例来任, 所谓对着内部就可能会表达另一种讯息, 但世界上对外就屈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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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甚至无其他人在我惊到, 这段时间我们见到是事实, 所以虽然王毅近期都活动频频, 但对于修补那种不信任无什麽帮助, 而且刚才讲到亚太策略涉及外出军队外, 整个军事部署及政治部署的格局很清楚, 就是围堵你中国, 就是否定你南海主权, 就是保证南海是一个自由出入的地方, 这又有这样更容易有机会保护海湾日本,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势就是这样, 我不觉得北京那些讲法是可以, 可以出到国门, 在国内有些人支持的, 很多人都不太知道, 但你出不了国门, 出国门都不见得他无很积极讲, 他都用政治包装来讲, 到时不是讲南海, 中国可能有水域这麽说法, 这是事实来的, 现在基本上中国政府的权力意志, 对很多事物的诠释方式已经走不出国门了, 所以你继续讲台湾是你的地方, 神死不安心犯, 然后你又被人问你为何行政权力去不到, 都答不了,这一向都是, 但以往大家对你说台湾是中国的地方, 这又怎样怎样, 大家觉得不涉及自己利益, 基本上都不会跟你争辱, 但现在不是, 现在要压抑你, 不想你太霸动太恶, 也不想你将来霸道多阶段可以主导西方社会, 颠覆别人西方社会的社会价值, 所以基本上在这问题上转步不扬, 你继续讲, 但讲完后基本上无人听你无人看你, 但中国自然都不继续做, 这些我们所谓口图上要拿彩, 要透过论述来讲给国人听自己多伟大多为国为民, 这在国内又会产生效果, 但在国际社会基本上 中共过去两年不单止失去很多它以前很坚实的盟友, 甚至去到阶段它连一些吸引新朋友的能力都越来越弱, 你见到现在出来撑北京的, 来来都是一些流民政府政策的一些政权, 蔡尔维亚这类政权, 我觉得不见得有很大突破, 跟着你见美金战类战难游来游去, 自然擦枪构火机会多了, 所以有一些有些冰空战泥之感, 但我觉得不会轻易有些国家性质的军事部署, 我相信暂时未到这个阶段, 大家都是用一种武力震慑方式来维持着一个很简单的平衡, 而近期这个平衡确实因为香港事件更倾向于美国方面的论述, 而中国的一些说法基本上是香港无了市场, 在国内可能因为消息封锁, 知识不流通, 令国内仍然这些说法似乎得到很多小粉红中国人的支持, 但这种支持是否可以持续, 及会有几大力度, 这就是未知之数了。